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葵卯年就是我们这个兔年 很多人说它是金兔 也有人说它是玉兔 那么玉兔就是迎村那虎 那金兔大家出去做了 那个金子的兔子 作为一个胸前别的一个 金兔子很亮很漂亮 那大家都是欣喜 这个兔子是会跳躍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个人的成功可能 今年那个机会是跳躍式的进步 跳躍式的成功 所以只要你有努力 天道酬勤 一定会帮助你 就是你只要有努力 就一定有机会可以达成 我那个给市长做了一副对联 就是用万安两个字 做那个砍字联 就是万民腾翻新市政 那个安和热利好营生 那么这是我们那个 过去的市长 他从来都没有参与过 我们这个杰出市民的 这个飞豪的出席来讲 那所以呢 这一次他会来 算是我们非常 这个期待已久 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希望 他这个新的市政 会带给我们台北市市民 有一股非常好的红火朝气 所以这安和热利 我们大家都是经营也很好 生活也很好 就是这样 所以以这个对联做句子 那我们今年的新的民阵局长 就陈永德嘛 以前是议员啦 我用永德两个字 做坎字联 永怀市政为首要 德茂叶臣最亲民 希望他很亲民 然后给我们这个民众 有一种清新的感觉 大家经常来接见我们 了解我们的心情 由台北市杰出市民协会主办的 新春辉豪活动延续18年 透过书法名家现场辉豪春联 及书画艺术作品 让市民感受书法字体艺术及新年意象 现场市府长官也一同开闭 发扬书法艺术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承 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 玉兔迎春新春辉豪 我想除了我们协会 也结合我们中华书法传承学会 就希望把这样的书法艺术文化精神 持续的传承 也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学习到 特别在春节过年期间 年尾很重 当然一定需要有春联 那今天来也要跟大家特别宣传 除了两星期之后马上就除夕 今年过年比较早 那过年之后请接着元宵 然后这一次大家知不知道台湾灯会 回到了台北举办 而且是睽違23年 我们从2000年 然后到各个县市 今年终于再次回到台北 我想这将不只是我们台北的光荣 也希望能够成为台湾的骄傲 让所有不只是我们各地的民众 甚至国外的观光旅客 也都能够来台北 感受到我们这次灯会的好灯会的美 我也借这个机会来宣传一下 这一次台湾灯会在台北 其实我们是用一个城市光廊的概念 什么意思 也就是不再聚集在一个定点 而是我们从101台北市政府 到松烟文创国附经验馆 一直到东区商圈 整个廊带 所以大家可以近期的享受非常多 富有创意精致的灯视 而且在台北我们有12个行政区 每一个区都有一个主题灯视 所以所有的市民朋友都可以感受到这一次灯会的规划 而且我们也特别让艺术入店 也就是在东区商圈 我们让很多艺术作品跟店家合作 大家不管是在咖啡厅 或者咖啡感受到很多艺术的氛围 或者是走入店家也感受到这一次的灯会 能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所以也希望大家广为宣传 让周遭的好朋友在规划春节期间 大家旅游的行程 或是走春或元宵期间 可以来台北来欣赏我们这一次的台湾灯会 台北市杰出市民协会 跟我们市政府民政局 大概每一年都会在这个地方 市政大厅举办正春年的这个活动 那么正春年这个习俗 那在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传统里面 是带来就是说一种这个喜气 这个吉祥 除旧不新 这个东西 这个书法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亏保 台北市杰出市民每一年所产生的 这个杰出市民 因为它的那个就是征卿过程非常非常的严格 所以每年所产生出来的名额并不多 有可能只有一位 有可能就四到五位 那你先看到我们穿这背心的 这是我们历年所产生出来的杰出市民 是 那我们杰出市民的话 这个我们的宗旨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目的就是说 既然是对台北市有重大市政贡献的 那我们就就一样就是说当选了以后呢 我们这个社会的指责每一个成员呢 都奉献你这个社会 这台北市民有任何这一个社区 一些像这个冬季 这个寒冬汶暖的这个红的呢 我们都会去参与 会去关怀一些就比较贫困的一些家庭 这都是我们的一些任务 那郑春联是每一年 会在市政大厅这边来做这样的一个 一些郑春联的这个活动 春节期间 家家户户贴春联 挂字画集艺术作品 有除旧不新 观像更新的氛围 春联上的字更可以鼓舞人心 祈福迎新 共同迎接葵茂兔年 记者汪君台北报道 202123台湾灯会在台北举办 获得许多企业的支持力挺灯会 台北市长蒋婉安也特地出席行乡活动 期盼崭新面貌 打开无限可能 2023台湾灯会是国境解封后 首场国际大型活动 规划四大展区 一座主灯 六座副灯 范围达168公顷 300件以上作品 以及串联12个行政灯区 近期公布灯会标配物资 有企业支持 像是民众要找现场的志工 只要认明这点就能快速找到 那我们这次站路非常特别 我们今天是希望呼应 我们在环保上面的作为 因为气候变迁是非常的严峻 所以富邦集团不管是台湾大队或是富邦金控 在这几年一直持续地倡导ESG 那我们在2021年也推广推动了一个Round for Green的计划 这个就是跟包含台北马拉松在内的马拉松的赛事单位 一起来倡议的Round for Green奔向绿色的计划 我们会为跑满40公里的跑者种下一棵树 那这个部分呢 特别是也很感谢台北市政府在马拉松赛事的一个响应 以及灯节这个部分的一个合作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次的灯节就像它的市长所言 这次是国境解封以来的第一场的一个国际的赛事 那我也非常期望在街灯上面看到很多活泼的小兔子 而兔子的跳跃跟这个灯会的光明 其实就像我们共同推动了正向的力量一样的一个呼应 今年的灯会是睽違了23年回到台北举办 也是台北开宣之后第一场大型的国际活动 回想23年前我才刚出生 开玩笑23年前我已经21岁了 那到23年后的今年我们再次举办台湾灯会 我想不只是台湾的骄傲也是台北的光荣 那其实我想这一次台湾灯会在台北举办 我们是用光源台北当一个主题 而且我们是用城市光荣的概念来打造这次的灯会 我们用各式的艺术灯饰来装点这次整个台北城市的廊道 所以让我们这个灯会能够融入市民朋友的日常生活 那我们预期会有超过1000万人次的到访 而且会有210亿的产值 所以非常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国内外的观光客一起来品味台北 那这一次我们灯会在台北可以能够顺利的筹备 以及接下来举办 我想很重要 我们有非常多的企业朋友来支持结合了企业的力量 另外我也想提一点 也就是过去三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于台湾民众的生活以及很多产业 有了严重的冲击 但是也因为有我们在地的企业 还有社会的力量 社会各界大家共同的付出 才撑起了台湾的经济 所以我想大家透过社会的参与 能够让台湾更好 这一点我们非常的感谢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很希望 让台湾灯会是属于每一位民众的 因为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 让世界看到台北 而且让台北能够创造无限的可能 昨天我也特别到交通局 听取相关的业务报告 也特别请交通局在这一次 我们台湾灯会在台北举办 可能带来的人潮进行相关的规划 确保我们的人潮能够安全地疏散 能够大家愉快地来安全地回家 蒋万安也身穿工作人员服装 推广灯会提供的周边产品 藉由各方企业参与 整合资源与创意行销台北 另外蒋万安市长也在受访时 提到近期被人质疑 人事上的低配与成会决定 他回应尊重各方意见 我想大家有好的建议我们都接受 其实至于成会的部分 我想我们之前也强调 经过第一周的试运行 我们也凝聚共试 绝对是以效率为最高的原则 以议题为导向 而且以解决问题为重要的目标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就是会透过周一周四 成会以及午餐汇报的方式来进行 同样的我想我们绝对会以最高的效率来进行相关施政的讨论跟推动 那最重要的我们其实也都尊重每个团队都有不同运作模式 但重点是我们不要被行事主义所绑住 而是要有弹性要更有效率 因为我们经过第一周运行 我们觉得一个星期透过一个成会 一个午餐汇报的方式 目前运行是比较有效率 我想这个方面我们会先这样子进行 然后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重点施政议题来讨论 而最重要的是面对市民关系的议题要来解决 关于内科协会有抛出交通船的构想 蒋万安也给予回应 其实内湖交通的问题 这是牵涉到整体的都市规划 这关乎人民日常的生活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证重点 所以我在上任的第一周 就马上亲自到了内湖实地去了解整个车流量的状况 我也到了庭大道港前路段去了解 在尖峰时段路口整个塞车的情形 那昨天我们也特别请了交通局以及产发局 到内科去跟所有的相关企业来了解 听取他们的建议 所以第一个您刚提到这个水路运输的部分 的确是有企业提出这样的建议 但是这个部分也要考量到整个基隆河的水力 包括清淤 包括潮汐等等 那根据过往的评估困难度是比较高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跟企业来讨论 这次的灯会有周边商品 例如兔尔登 光源兔 是由灯会官方网站购买 还有中央制作的小提灯 但是登记领取的方式都不一样 讲完回应这部分有听到民众反应 会请相关局处跟中央协调之后再说明 记者汪君台北报道 台北市内湖区公所在内湖公民会馆 举办新春辉豪活动 邀请多位书法名家现场辉豪赠春莲 其中结合花卉与兔子造型的创意春莲 格外受到民众喜爱 还有来自柬埔寨的书法家潘喜林 用高明文写出新年快乐相当独特 一起来看看 在新著名舞团的异国风情舞蹈乐场后 内湖区公所副区长郭冠莲 与当地胡兵里里长陈尤学等 多位里长共同开笔写下 玉兔迎春内湖吉祥如意十个大志 祝福大家一切顺心如意健康平安 这是由内湖区公所举办的 新春辉豪正春莲活动 区公所方面特别邀请多位书法名家 在内湖公民会馆现场辉豪 除了让民众近距离欣赏书法之美 也能免费索取在门前张贴名家墨宝 为兔年带来更多福气 其实我们公所在公民会馆 已经举办过好几年的新春辉豪的活动 那今年因为兔年呢 一样我们就是有春联还有免费的 红包袋这样子 那特别的是我们今年有邀请我们 新移民的东方舞团 来做表演活动 湖冰里长陈游雪表示 这项新春辉豪正春莲活动已经持续多年 让市民拿春联讨个吉利豪彩头 今年更结合台东太马里农产品展售活动 以行动支持台湾农民 这里是我们内湖区福冰里 我们的公民会馆就是在福冰里里面 那这个活动我们已经联系办了好几年了 那最主要就是说要民众这个时候可以来拿春联 还有我们在边很多的这些那个写专家 就是毛笔专家老师都可以在这里展现他的才艺 所以今天也是一样 不例外 然后我们外面又有农会的农产品在那边展售 那可以说相当的热闹 就是我们要迎新春 希望来年大家都是很健康很快乐 新春辉豪现场书法家们正笔直书写下一幅符吉祥春联 也有书法家加入生肖兔的元素非常讨喜 其中这位书法家袁玉轩更在春联上圆画上花草树木 让整幅春联增添更多色彩 我们这是创意春联 因为我本身是绘画老师我不是书法老师 所以我们都会跟书法老师搭这个活动 因为增加色彩 让大家过得很快乐的新年 很开心 因为看到花大家都很喜悦 大家都喜欢美的东西 所以我们希望跟书法老师做一个结合 然后送给大家过一点好过年 这样的创意春联也获得民众好评 大牌长龙索取 就感觉这个没见过再感觉挺新奇的 嗯 好看 好看啊 他画画都很漂亮啊 对啊 就觉得很特别 对 跟一般春联是什么 就是彩色 比较不同啊 就是不像其他春联就是纸而已 另外这位来自柬埔寨的书法家潘喜林 则用高棉文写下新年快乐 相当特殊也吸引民众索取 柬埔寨的春年在台湾比较少见 我想既然有今天难得有这个机会 就请老师写一张给我们 让大家那个玉兔开春大吉大利 从小就在柬埔寨学书法的潘喜林来台后 在婆婆鼓励下更精进书法 也发现繁体字书法更具魅力 因为从小有接触 所以婆婆说你有信心那我教你 所以我就现在繁体 整体都会写书法这样 我觉得最简单就是整体 只不过比较美的 比较漂亮的确是我们的繁体字 除了会好写春联 现场还有岁绢处 及正丰处的政令宣导摊位 内湖区公所方面也期盼 透过新春辉豪活动 祝福市民一扫疫情阴霾 扬眉吐气欢喜迎新年 记者陈淑平张启腾台北报道 快过年了 迪化街年火大街睽違两年 再度恢复摊商摆摊 并开放定点试吃 周六尽管是遇到补班日 人潮依旧满满 不过在通膨的影响下 不少干货类的产品都上涨 像是干香菇上涨了一成 干贝更是涨了快两成 国为两年迪化街年火大街 再度开放摊商摆摊 各种年节应景零食糖果 摆满摊位 民众边走边逛 提前感受年节热闹气氛 加上开放定点试吃 也让人潮在第一天 就比往年多了两成 前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没有摆摊 就好像我们民众就感不到 过年的那个氛围 你看今年回复摆摊 大家就有整个装点也好 店家摊位也好 就有一点过年的气氛 已经出来了 而在通膨影响下 不少干货类产品价格都上涨 像是干香菇就上涨一成 干贝更是涨了快两成 上涨差不多一成左右 干贝 干贝涨的最多 将近快两成 物价上涨 对 还有就是运输的费用又要涨 对对 如果要挑香菇的话 就是看说你喜欢它的香气 或是喜欢口感 那一般来讲进口的花菇 它口感比较扎实 比较Q弹好吃 那台湾香菇的特色就是 它比较香 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看这个香菇 它的新鲜 够不够新鲜 这样子 通常我们会看它的干燥的程度 因为比较干燥就比较轻 那噴量也会比较多 对对对 然后原则上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挑大朵的新鲜 比较漂亮的 干贝 第一个挑大的 然后挑完整性 再来就是闻它的香气 因为越大科它的成熟度够 它的香气会特别的浓郁比较香 我们最大科的从四千多到小科的一千六都有 现在怎么都涨 包括物价真的通膨有点涨 我们就一直呼吁 因为亏了两年 没有办燃火大街 所以说我们都会请店家 自己能接收一点 就接收一点 不要涨了 不要把我们民众嚇大 就不敢来燃火大街 所以我们一直呼吁店家 我们自己吸收一点 尽管开放试吃 但仍要提醒民众 做好防疫措施 戴口罩 避免用手 直接接触食物 虽然是人化大街 虽然是室外 我们要请民众 口罩要戴好戴麻 如果要试吃的话 请在自己的摊位 试吃的摊位 试吃 试吃完之后 我们再移动 把口罩戴好 我们再移动 不要边走边吃 尽管物价上涨 恐影响买气 不过年货大街 人气回笼 也让商家们 各个摩拳擦掌 要乘过年前 抢转一波 记者领席会 台北报道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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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大学学策将在1月13号登场 哪些学校毕业生最受企业青睐呢 人力银行勾补2023年企业最爱大学问卷调查 前几名的学校几乎都是拥有大量理工人才的顶尖大学 与当前的产业重心不谋而合 人力银行公布2023企业最爱大学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整体排行榜中 占据前10名的学校分别是台湾大学 成功大学 台湾科技大学 阳明交通大学 清华大学 台北科技大学 政治大学 府人大学 中央大学 以及淡江大学 而排名前几名的学校几乎都拥有大量理工人才 反映当前的产业趋势 好在这边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前四名里面呢 在这个技职学校呢 已经挤到了第三名 这也是可以显著的发现说 其实在现在蛮多的企业主 他们呢重视的是这个学生 他到底有没有实作能力 所以如果说是可以理论跟实作能力兼具的话 其实在企业主心目中就是最优质的人才 好这一次呢 所有的企业界还有学界都非常重视的 2023的这个企业最爱大学的这个指标呢 都已经结果出炉了 那我们发现说企业主最重视的五个上限 分别是这个团队合作能力 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沟通协调能力 还有呢 他是否学习的速度快 以及他的专业知识够不够 那其实只要具备这五大能力呢 可以说是所谓的软实力 再加上硬实力 也就是所谓的拍行人才 是现在企业界中最喜欢的人选 大家都知道我们 阳明交通大学是2021年的2月1号呢 是过去的阳明大学跟交通大学 合起来的成为一个阳明交通大学 那么阳明大学呢 过去是三类主人 我们讲他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学 那交通大学在二类主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学 所以这两校学校的结合呢 可以让所有的高中生呢 都可以选择到他想要的 不管是第二类主第三类主 甚至是第一类主的科系来就读 所以我相信未来呢 应该是更多的学生 会很希望来这个学校就读 那我也相信这个学校培养的学生呢 应该会是企业很需要的人才 其实台课大这边上来 几乎我们每一天都在跟业界在那边讨论 那开发所谓业界的资源 跟厂商跟学校配合 不管在产学方面 或是真正我们学生的培训的课程上面来讲 我们都希望能积极的跟业界那边的需求能配合 所以这是我们向来一贯的目标 那第二个是我们要配合我们自己的技职的精神 就是动手做 那我想这个才能真正的解决 我们在产业界人才的需求 在公立技砖排行部分 台科大连续三年夺冠 而私立技砖则是治理科大 稳住冠军大位 在技砖校院的部分 我们可以来看到则是在这个公立的部分呢 是台湾科技大学第一名 那其实也是常年一直在绑手啦 那大部分也是因为说呢 持续的不断的在培养这些半导体人才 引发业界的瞩目喔 不断都会有一些企业想要去抢财 那再来呢 台北科技大学 云林科技大学 以及高雄科技大学 胡卫科技大学 台北商业大学 高雄餐厅大学 屏东科技大学 情谊科技大学 还有台北护理健康大学 这是这一次技砖校院公立的榜单 然后再来 排行榜私立的部分 第一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致力于排行人才的治理科技大学 那再来呢 德民财经科大 也是因为呢 在目前后疫情时代 其实尖通金融还有科技的这种跨界 跨领域的人才 其实也是相当的受欢迎 所以在德民财经科技大学这边的一些校友们 在企业界评价也是相当的不错 那另外呢 在明星科大 在这分析里我们发现 其实学生选择学校的一个几个重要因素 历年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学校的口碑 还有就业率高 雇主满意度高 那同时呢 也觉得雇主对于我们学校 学生的高品德也非常的满意 那我们如何达到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那就是我们其实从创效以来 一直都是在以商务为我们的发展主轴 那我们不断的去检讨 在数位时代 商务科技跟创新的需要 那我们环绕在智慧商务 智慧生活等等 相关的一些未来就业职场 职场能力的需要 不断的去检讨课程 创新教学 另外究竟是要选校还是选系 淡江大学副校长也给出建议 不管是专业 就是选系 或者是这个选校 我想都是非常的重要 我想像淡江这样一所老牌的私立大学 我们有非常多的 超过30万的校友 遍布在各界 这个绝对在职场上 对学弟妹是可以有所提息的 现在大学 其实有一个区域化选校的一个趋势 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很好的一个现象 其实在大学阶段 我鼓励同学们应该要走出 走出舒适圈 学习独立 所以如果能够选择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一个大学 而不是只是考虑离家境这个因素 我想对于自己的一个在大学四年一个学习 会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人力银行也建议可以参考学校的注册率 通常也被视为选校的重要参考指标 如果毕业后要投身科技业 若有四大名校的协同 绝对是就职的优势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再来是破案消息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接获台电公司举报 在台北新北地区有多个地址电表流量异常 经过专案小组追查 发现原来是窃电集团找来专业的水电工改造电表 从2019年开始窃电 总计超过了284万度 让台电损失超过1700万元 40多个电表一字排开 全部都是窃电集团非法改造 以黄信嫌犯为首的犯罪集团 锁定挖矿机房业者 询问是否要安装解电设备 等到对方同意 就让水电工改造电表 减缓电盘转动 让每个月高达上万元的电费 骤降到数百元 直到台电发现数据异常报警检举 警方陆续逮捕黄信主嫌 及不孝水电工等欺民嫌犯 并查扣改造电表 挖矿机 切电用电缆等张证物 刑事警察局的电信侦查大队 在111年7月中旬 接获台电公司举报 在台北新北地区 有多个地址之电表 有流量异常的情势 按今驾请台电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 并实地的派员前往勘验 发现有数4个地点之电表内部结构遭到破坏 导致电表计量失准 涉嫌确定的试证相当的明确 按有我们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等单位共组 专案小组 报请台湾市领地方警察署来指挥侦办 按今专案小组 历经数月的一个追查 发现本案是由房嫌为首 由犯罪集团成员寻找有架设虚拟货币挖矿机房 或是电信设备需求之业者 针对业者所要求是地区乘出适合的房屋 供给架设相关的设备 确定集团雇用不销的血电 供破坏台电的光资电表 减缓电表的转动 每一期呢 平均数千到三文元不等的电费 骤降到数百元 并在屋内设置了独立电表 按度数向乘租的业者来收取电费 从中获取不法的暴力 专案小组执行了三坡的一个搜索行动 陆续在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地区等地 那个查获的改造的电表 有四十六个挖矿机 有六部 切电的工具等张证物 陆续逮捕防线组险 及不销的水电工等七名犯前到案 警方表示 切电集团从2019年开始切电超过284万度 虚环电费1707万元 且破坏电表结构容易造成线路超载 引发火灾 民众千万不要以身释法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2023总统府春联红包带 及议员福带来咯 金融市从1月9号开始 在民进党金融市党部 及12位党籍市议员服务处 提供民众索取 数量有限 有兴趣的市民朋友 千万别错过咯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 主委苏任何手上拿的就是2023总统府春联 配合今年兔年 春联上的喜福孕兔 取吐与吐的谐音 希望祝福国人在兔年都能欢喜福气 好运连连 我们今年的春联 那么到这边也写得很清楚 那么就是喜福 喜福应徒 那么这个应徒 这代表我们兔子兔年 兔子的谐音 有的兔子 温度 温度 就表示说 今年 兔年开始 那么祝福大家 都有好好文 要在一段时间就有 那么办事情都都顺顺顺利 最受欢迎的总统府兔年红包袋 和艺人福袋 则是以原论又卡哇伊的 金兔造型为主 炯炯有神的眼睛 加上一对招风大耳 可爱又讨喜 今年这个兔年 那么也是艺人福祉的福袋 那么大概今年的材质 好像比较好一点 那么而且还可以折成这样 那让大家看起来就非常的漂亮 那包括红包袋 那么也是这样 那么正面这边 有一只非常金色的兔子 那么后面有 总统府 那么还有包括我们 总统蔡英文跟副总统 那么赖清德的 签字 那在这边 这是两个 包括刚刚的这个 春联一样 就是总共这样一分 刚好三个 三种款式 这样 那在这边就是要祝福大家 那么大家 那新的一年开始 那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开始 这一整组包含春联 红包袋 及议员福袋 金融市部分 从1月9号起 在民进党金融市党部 及12位党籍议员服务处 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 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 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 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 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团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由先带你来看 小爱爸爸集团市长谢国良 因疫情升温 特别指示针对学校多发每人两剂的快筛试剂 希望学校跟同学们自行加强监测 保护健康 小爱爸爸谢国良 这次来到了建德国小实地关心快筛试剂的发送工作 基督市政府为了因应疫情的升温 特别在校方来加发快筛试剂 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 不过为了健康 我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好不好 好 里面有两路快筛 这是两路快筛在里面吗 市长爸爸要送给你们寒假的时候可以自己自我监测 好不好 已经因为大陆疫情又兴起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也特别注重校园的防疫 所以我们在盘点以后 我们是希望全基隆市的每一个学生小朋友都可以发两个快筛试 让他们不论是个人或在家里有需要的话 可以多来验一下了解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 然后也共同的推动跟加强我们目前校园防疫 也不要让疫情再度的升起 所以我也感谢包括中发处教育处的同仁 都能够在很快的时间促成这一次的发售 投资源开始到高中 然后所有的师生一人两斤 那这样一共是八万斤 将近八万斤 那这是所有现场的快筛 那首先我们非常感谢市长 市长呢 他下令把这个快筛记 发送到其实就是最需要的学生身上 在高中以下到幼儿园每一个人两季 那为的是因为今年的春假 也就是说过年的假期长达十天 那希望呢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发放 让小朋友能够在家里面 不渝他们能够随时监测自己的健康 那我们也知道最近的疫情有升温的状况 因为呢国门打开了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也呢 家长们也针对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非常的感谢 那如果带回去之后 我们学校一定会赶快把它分装 然后在寒假之前 赶快分送到小朋友的手上 而对市政府能够及早部署 加发快筛 校方跟同学们都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及早因应 储备防疫物资 落实防疫工作 记者黄日生采访报导 有民众反映 既用综合体育场被轻到工程土方 针对这一点 谢国良市长特别前往现场了解 原来是教育处的工程土方暂时停放 画面上是基隆综合体育场的工地 基隆市长谢国良 惠同教育处 基隆市市员旅美林 以及环保局警察局等单位 到现场进行会刊 主要是工地现场 被民众检举有工程废土堆质 经过了解 确认是基隆市政府教育处的工程被托 土方各位有看到有一部分土方 其实不是属于这个工程的 但是我们在附近有一个 民传国中的校舍新建工程 那那个部分是盖校舍的一个工程 它也是有些土方要出 但是民传国中那个进出的道路非常的狭窄 那那个部分为避免学校的学生的进出 我们有跟校方协调说 我们改用小车来出土 那小车出土必须累积到一段时间 才能出到这个合法的企图场 那那个部分因为这个都是属于 教育处狭障的场地 所以之前有依规申请这是一个站置场 所以有部分民传国中的土方 站置在这个场地 那这个部分也是依照程序申请完成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请厂商 只要累积到一定的数项 就立刻出到合法的企图场去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依规定去申请的 第三个 你知道这个站置的地方那么久了 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 他不是只是站置在这边 各位 我再拿出一个证据好了 给你们大家看 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们是在这边除了做战事以外呢 他们做的是什么 是在这边分类 在那边开 把细杀开走 如果我今天给你看一个的话 你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事情 既然林美议员有这样的资讯的话 我们会回去了解 清查一下到底是什么状况 那如果是之前的厂商有违规 我们是依法就办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可能要 让我们有点时间去了解 清查这个状况 才会帮他跟各位做比较具体的回复 我们可以有这个工程的查核小组 市府有一个工程查核小组 那我觉得一方面 既美林议员提出的资料 我们会看清楚 那对于市府刚刚的说明 我们也会把它调查清楚 那我们就会由市府的工程查核小组 那做一个公正客观的理解跟调查 不过我觉得还是回归到一件事 这里不是气土厂 所以不要乱丢土方在这里 这里是大家住的地方 那这个环境大家一起来保护 把这里弄成一个一直都延宕的工程 就已经很不应该了 居然还是 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就到气土在这里 我想这是不对的事情 不可以因为厂商跟他们这个工地 都是他们教育处的 就把这个地方拿来做土方气制厂 这个是不对的 OK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反正 我已经来了 已经要求他们 不可以再弃制任何 任何一立方公尺的土方 都不可以了 那麻烦你去要求这个厂商 不管是拿来 新拿来到的 或这边得标的 尽快把这些土方 要赶快的去把它清除 你可以跟他们说 如果他不清除的话 本府会有后续作为 基隆市长谢国良强调 以后绝对不能再放任何 不应该存在的工程废土 这样的状况 对市民无法交代 记者黄日生采访报道 在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的赞助下 指风车剧团在安乐区进行公演 由于天气非常好 现场有许多亲子全家出动 欢笑声连连 好 谢谢我们去拍摊手 画面上是安乐区的旧面粉厂空地 由指风车剧团进行精彩的互动演出 吸引许多亲子来参加 小爱爸爸谢国良特别喜欢这样的场合 也到场关心为活动的开幕进行祝福 今天天气很好 那今天很开心 谢谢任团长带了我们指风车 到基隆这边来表演 其实一到冬天大家都很常下雨 所以呢我们难得有好天气 一定要出来走走 那国良也跟大家报告 我现在目前也很努力的 在推动我的室内的 儿童乐园的这个这样子的计划 那大概一个规模左右 大概就是100到100出头坪 那目前我有规划两个地点 一个呢是在 新一区行政大楼的顶楼大礼堂 一个是在七堵区行政大楼的大礼堂 那因为这个地方以后都可以拿来 冬天下雨全天后 可以拿来做亲子的活动 所以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事情 我希望能够在儿童节左右 希望能够把它落成让大家来试玩看看 那最后还是谢谢任团长办这么好的活动 那我们就赶快来欣赏吧 谢谢大家 谢谢 而透过剧团精彩的互动演出 让现场的欢笑声不断 亲子同乐相当的温馨 另外现场一开始 还有安排内疗社区的小朋友 进行打鼓的表演 展现平日苦练的成果 也获得全场观众的掌声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基隆仁爱区的慈修工 举办一年一度的东令救济活动 发放过年物资 给700多个弱势家庭 基隆市长谢国良 特别前往致谢 感谢慈修工委员们的善心意举 慈修工 60年来慈修工在这边香火鼎盛 因此庙方多年来持续进行 东令救济 光怀弱势的民众 基隆市长谢国良 特别来感谢这些善心人士 出钱出力 让在地温暖 爱心源源不绝 今天很开心 来到我们的东令救济活动 包括姜世良主委 跟我们的简主委 都有非常多的爱心 今天来到这个 中令活动 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 后面也有很多的 书法的活动相关的 在寒冬中给大家温暖 真的非常的感谢 谢谢 我想慈修工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都在做慈善 爱心的一个活动 正值这个年前 而且天寒地冬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的 一个爱心温暖 分送给大家 那这个也跟我们 所办的这个爱心冰箱 有同样的这一个用意 那我想大家都在年关之前 希望让所有的人 能够感受到大家的温暖 与爱心 我们在自修工 已经开起到现在 已经有六十六年了 从改制以来 都能做这个 当年救世 我们自修工 在电队是很厉害的 他以前要来救世 他说要求救世 他就是要求救世 所以我去继续 唐年都要继续 唐年要继续 唐年要继续 唐年都会继续 尤其他都是氧客 都叫什么 唐年都聂零感 唐年有唐年 唐年有米啦 油啦 麵啦 拼 拼 這每年都拌拌 這要再拼一年 我們總幹事不就拌得這麼好 這都放這純蓮 麻麻油 麵 那所以我們原則上 都不用到廟裡面的香油錢 就由信眾大家共同來捐輸來贊助 那我們會成立專款 當這個經費 如果今年用了有剩 我們就留在專款 等到明年這個專款到一個階段以後 我們再加一個行政區 就是逐年增加行政區 我們今年有能耐中正信義 將700多戶 現場除了動力救濟按薪活動 另外還有獅子會的血糖健康檢測 而石修公在旁邊的李明慧堂 還規劃了名家輝豪顯車領的活動 讓在地充滿著濃濃的過年人情味 基隆友愛城市 記者黃日生 基隆採訪報導 快過年了 竟用慈雲寺 在農曆蠟月十五舉辦卸燈儀式 換上新的公燈 廣場上邀請知名書法家 輝豪送春聯 都是新年吉祥化 對字聯更是教化人心 藉由宗教的信仰 讓大家多行善迎接土年 農曆十五 廟方舉辦卸燈儀式 換上新的公燈 廣場上邀請知名書法家 輝豪送春聯 迎接土年到來 民眾索取吉祥春聯 還有可愛的圖畫春聯 都很受到民眾喜愛 老師有幫我畫一個圖 對 就是吉祥 吉祥畫 金嘛就是可以金兔嘛對不對 就是帶一個房金讓金兔啊 金兔滿滿這樣 對啦 然後就是迎春嘛 是今年的好兆頭啊 發恩娘 劇沙母 人情 地府 美容 甘願 就是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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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好話 說好話 做好事情 做選手啦 新人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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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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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開工大集啊 春啊 然後 門啊 廟方貼心準備吹風機 讓民眾把春聯吹乾 民眾索取春聯 替家戶增添喜氣 新的一年到來 慈雲市舉辦一系列的藝文活動 因為疫情已經驅反了 所以我們也是要那個 藝文活動也是要辦 規劃 書法 什麼都要辦 原消息也要辦 還有我們掌學金要花花 因為 等一下 要把那個 那虎燈 虎年虎燈 金虎年的那個燈 卸下來 過幾天 裝上去這個 這個 虎年的那個燈 很多人來點燈歡迎大家來點燈 保佑平安 健康 除了免費 春聯索取 慈雲市特別邀請 剪子老師 現場 大秀手藝 這是兔連送給 祝我們本市 祝我們本市 香火鼎盛 大家新春愉快 大家健康 農曆十二月十五號 都送春聯 還有我們這個 明老師 這個 簡助是很難得的 今年是育兔連 我很喜歡他送給我兩戶 迎接新年到來 慈雲市提前過年 廣場上主題燈 紅兔大展 預計在過年前 組裝好 正式亮相 歡迎民眾 在過年期間 來到廟裡走走 感受新年喜氣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金融市 昭陽愛新社 特別舉辦 寒冬送暖活動 針對60戶 弱勢戶 每戶發放5000元 總共發出大約 30多萬的慰問金 希望幫助弱勢 及邊緣戶民眾 能夠安心 過好年 受到疫情影響 又快要過年了 對於能夠接受到 昭陽愛新社這份愛心 受贈的民眾 真的感動又感謝 很感謝昭陽愛新社 阿密的關係 謝謝阿密 我們第一次 希望他們 感謝我們 愛心 希望發放好 我們其他的 謝謝 謝謝 我們希望 昭陽愛新社 一年後 我們必再放棄 這麼多人 過年前 基隆市昭陽愛新社 特別舉辦 寒冬送暖活動 針對60多戶 弱勢戶 每戶發放5000元 總共發出大約 30多萬元的未住金 希望幫助 弱勢家戶 能夠安心過年 感謝各位社員 及社會人群的贊助 還有本市的 這個重點活動 謝謝這麼多贊金人士 各位 我也希望 這些社會的同學們 將來長大以後 機會 能夠也像我們 昭陽愛新社一樣 能夠奉獻一份 小的力量 發揮大愛 我想 也讓我們社會 到處充滿的一個 溫暖 窩心的一個社會 在人群青年前夕 在這邊 我也跟我們社長 一起祝我們所有的市民 在新的一年 徒年行大義 合家保安 身體健康 受到疫情影響 不少民眾 過得更加辛苦 遭陽愛新社 希望盡力幫助 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安靜 一件話說 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組 分享自來接中 藥行夫妻 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組 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 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 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 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 婦人她解釋 並不是有意的指示 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櫃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 2 分享前再想一下 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 2 分享前再想一下 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 關心您 隨著疫情升溫 假消息滿天飛 到底哪個才是正確的 利用以下3個超實用APP 簡單操作快速查證 LINE訊息查證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證之訊息內容即可查證 另外還提供最新查核訊息 供民眾了解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LINE搜尋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將收到的訊息整篇貼上 即可查詢是否為假消息 買GoPen 同樣加入LINE好友 當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轉貼到買GoPen 查證時可點選 綠色按鈕前往查證結果 也可點選橘色按鈕 直接將查核結果 轉達給親朋好友喔 記得收到疫情傳言時 不轉發多查證 散播假訊息不僅會發錢 還可能觸犯行哲 也會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讓我們一起 對抗病毒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界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 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 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 可以移花節目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 看看新聞來源作者還有日期 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似不一樣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家祈團關心您